大地上下起伏 为超过六千多种生物 提供着七居之所 南岭是湖南南部的边界 平均海拔只有一千米左右 冷空气从西伯利亚远道而来 到了这里已是强弩之末 再也无法翻越南岭 这么一来 南岭以南的中国大地上 再难以见到冰雪 中国分布广泛的丹霞地貌当中 这是最光滑的一片 光滑的表皮 源自水流的反复打磨 亿万年的冲刷 在他们的表面留下了不计其数的浅色痕迹 也让这片丹霞地貌 提早进入了晚年 大约每一万年 高一岭被消磨零点八米 它的消失 至少也是下一个百万年的事情 仙人们对雨水又爱又恨 他们既离不开水又担心洪水泛滥 传说中龙是掌管雨水的神兽 所以在这里龙成为人们崇拜的图腾 正月十五前 人们用准备好的四万根箱 装饰出一条长达三十八点六米长的龙 近代夜晚的降临 烟花深空 所有的香被一起点召 火龙在夜色中现身 满城游走的香火龙 是人们祈求风调雨顺的传统 一千多年前这样的民俗就已经开始 这是汝城人一年中最齐聚的时刻 这一天不能错过 与家人一起参加完这场舞龙的盛宴 才算真正的团圆 降下的雨水原本不分好坏 坏在季节性失衡的降水量 调节是人们与东江湖相处的方式 东江湖是湖南东部的重要饮用水源 上世纪五十年代 人们在峡谷最狭窄的地方 建造这座一百五十七米的双渠拱坝 拦起坝上的八十一亿吨水 这种圆弧形的设计 瓦解了原本其中的巨大水压 让两岸的花岗沿山体共同分担 大坝底部的水顺着坝底的通道向下游流去 因为缺乏日照 这些水的温度很低 不想他们来到小东江 却投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清晨 峡谷内逐渐升温的空气 远比冰凉的湖水来得热 当温差超过十摄氏度 河面就开始漂浮一层白雾 这样的情况一年中超过两百天 远道而来的观众已经聚集河岸 云雾就位 山与水的连美演出即将开始 这一趟旅程 我们将穿过一座空中大桥 踏上中国第二级阶梯的边沿 参加一场山澳里的热闹婚礼 在台阶的最高点 一堵季风的姿态 车道 下层是人行道 今天 无论人们用哪一种方式翻越峡谷 都是云端之上的 非凡之旅 虎行山的植被 郁郁葱葱 铺陈出一片绿色的山林 不管树木有多密集 都无法阻挡那些来自山澳里的热烈颜色 生活在这里的人 天生就懂得如何从大自然中脱颖而出 他们以彩线织帽 花色作衣 格外鲜艳的装扮 让他们得名 花窑 新郎要迎娶的新娘 住在大山的另一边 跨越山谷 穿过森林 新娘 穿着亲手缝制的嫁衣 众人 打起寓意幸福的红伞 送亲的队伍向山林出发 一根红线穿过密林 跨越高山 连结起山两边的姻缘